波蘭被飛彈轟解案變成羅生門 拜登緊急在印尼和各國開圓桌會 順便展現友好關係 但卻有一個國家已經打算跟拜登切八段 根據獨立媒體報導 照片上俄羅斯副外長亞布科夫 17號表示如果美方決定不需要 跟莫斯科維持關係 那麼斷交的這種情況就有可能發生 政治經濟兩大層面絲毫不給對話空間 讓俄國只能繼續向美國最大敵人靠攏 明年會組織國家主席習近平 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 時間可能會在明年的兩會結束後 這種動態表明莫斯科與北京 在國際舞台上的努力協調程度 處於非常高的水平 但美俄關係惡化的因子 並不是只有惡物戰爭 因為大麻油電子煙被俄國當局逮捕的 WNBA球星 早前即便拜登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怎麼要求俄國不放人就是不放人 限制郵件與往昔案例 還被擔心有被虐待的可能 沒有兩國越吵越兇 誰也不願意先帝敢懶居 兩大強權的壓力鍋 就怕稍有不勝 威力驚人 三立新聞對我們報導